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他今天是接受日本外國特派員的這個協會來這邊參加演講並接受外媒的提問 今天在外媒的提問裡面其實大家聚焦的都還是兩岸的問題 以及他如果當選的話他要怎麼來跟對岸以及處理這個美中台日的四方的關係 來看一下柯文哲的最新回應 台灣比世界更了解中國台灣比中國更了解世界所以為什麼有時候希望世界再跟中國打交道會踢到鐵板 因為的確有很多很多字就是那個同一個文化才有辦法了解說那個字是什麼意思 但跨過文化的時候就是很難溝通 好只是今天在最後他也是反問大家因為他過去秉持著五個互相 他說其中最困難的就是互相的諒解 只是他說這個諒解他在跟這個美方來講的時候 其實美方是聽不懂諒解這個詞的 所以他也問大家有沒有一個更貼切的這個翻譯 只是他今天在這一場一個小時的演講跟提問裡面 他也說了 他說去年在這個裴陸西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都很緊張台灣 那局勢只是台灣民眾似乎沒有這樣子覺得 他也說台灣的這個民眾這個優惠意識可能還要再加強 其中還有一點可能是因為台灣的政府為了選票把這個優惠意識給降低了 以上就是信仰中心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